北京话题 历史事实所印证 但是全国两会中真正变的东西 却并不太多 例如自从12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 代表委员们赴会不再像过去那样 封锁交通警车开到了 作者石成吴的文章说 不仅如此 也不再给代表委员们免费配发笔记本电脑 就连伙食标准和会议费用 也都崇尚简朴了等等 这些变化虽好 但毕竟属于肢结问题 而不是根本性的变化 与此同时 历届两会中那些产生负效应的不变 倒是不少 尤其是许多涉及到体制内管理层核心利益的事物 尽管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 长期引起公众的不满 但却至今依然难以撼动 这些多年来坚持不变的事物 包括官员个人和家庭财产公事的提案 在人大提出多年 却始终都未能获得通过 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在2013年以前 曾经连续七次向全国人大提交了相关的建议 但有关部门对此的答复却如同是在打太极拳 而全国人大在对韩德云提案进行表决时 每次均遭到否决 且反对票的最高比例竟然达到99%以上 只要看看各省市区代表团分组开会时 满屋子都是各地市的书记和市长 厅局长以及少量的县委书记和县长 省委书记和省长端坐中央 俨然是在开省委扩大会议 对韩德云提案反对票的比例为何如此之高 在这里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由于人大代表从来没有与选民见过面 因而选民们就不识代表的庐山真面目 不知道这些人大代表是哪路神仙 更不知道他们的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和通信地址 这些可能都是属于国家机密吧 所以民众要表达自己的希望 意见和诉求 无异于是在原木求鱼 但这些年也出现了不小新事物 例如各个地方媒体纷纷不惜工本 在北京租用了价格不菲的演播室 开通直达北京的热线 克隆了CCTV的小鸭跑两会 拍出自己的记者也去跑两会 据说这个新事物最大的好处就是 可以把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希望 意见和诉求直接上达天庭 石成吴的文章又说 然而我却认为传达民众的希望 意见和诉求 首先是人大代表应该做的事 更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才是媒体 不能本末倒置 但人大代表与民众基本上还是老死不相往来 申绩兰大娘说的好 我不跟选民交流 这既是他的大实话 也是当前人大代表与选民和民众之间关系的真实反应 人大代表不过如此 还能指望谁呢 那些跑两会的美女记者们 宛如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声音动听 外貌也扬眼 但却是银样辣枪头 好看不中用 谈到中国是开会的种种弊端 作者于培云的文章说 自从有人类以来 可能就有了开会这种形式 但说到开会的种类之繁 数量之多 效率之低 成本之高 恐怕古今中晚没有哪个时代 能赶上最近几十年的红色中国了 天朝的各级领导 几乎每天都会被各种毫无意义的会议和吃喝玩乐所包围 时时赶会议天天赶酒席 好在现在习王反腐 吃喝风有所收敛 但一些领导开会之多 仍然让人炸舌 作者心里剑转载的这篇文章又说 很多会议基本上都是开会就念稿 念稿就鼓掌 审议就评工摆好 评完了就一致通过 会场上要么是憨声一片 要么就是一片掌声 或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 试问这样的开会有啥意义 与其开还不如不开 如果说开会也有国际先进标准的话 中国在这方面其实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 现在全世界的会议 凡可由私人买单的都尽量寻求私人赞助 绝对不敢乱花纳税人的钱 就是开奥运会在多数国家也不会由国家来出钱 而多是由私人赞助或者进行市场化的运作 因此从开会种类和数量的多少 开会效率和成本的高低 似乎也可窥见一个国家的民主进步程度 由此可见 中国式开会必须进行重大改革了 北京周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装稿